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坤 今天小坤的迪迦奥特曼 在家里玩的时候 听到了有人在外面哭 每天就是这个声音 奇怪了 是谁在外面哭得这么惨呢 来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 好吧 这哭的声音是真够大的 我们现在到这边来看 你看 我在那边看到了两个奥特曼 初代奥特曼和泰罗奥特曼 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干嘛 走 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 哇塞 我这说是谁在说 原来是泰罗 什么情况 你看 这个泰罗奥特曼抱着 初代奥特曼的大腿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们不知道 这个初代奥特曼和泰罗奥特曼 他们是两兄弟来的 我记得 好像这个泰罗奥特曼有六兄弟 就是大哥是左飞 二哥呢 二哥呢是初代 三哥是埃斯 四哥是杰克还是什么 反正大概就这样子 具体是什么 我忘记了 我没想到这个泰罗奥特曼吵着他哥哥 哇他要去干什么呢 来我们来问一下 这初代啊 诶 初代奥特曼 这个泰罗呢 又不听话了啊 他要干什么 原来这个泰罗奥特曼呢 要吵着初代奥特曼 去买零食吃啊 这也太无赖了吧 啊 你看 这个初代奥特曼 不给他买零食吃 他竟然就抱着这个 他跟着大腿哭 对不对 好吧 真是无耻 找奥特曼啊 所以呢 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向这个泰罗学习啊 这个呢 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对不对 好吧 等着泰罗去哭吧 我们不要理他啊 那今天呢 就要玩到这里 我是小沛 拜拜